大家好 冬季因为温度逐渐的下降 那么君子兰它的虚肥量就开始减少了 甚至是不用施肥了 但是我们可以趁这个机会 给君子兰偶制一些肥水 给它开春的时候使用 因为开春温度回升君子兰的虚肥量就会增大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给它用肥 那么为什么选择冬季偶制肥水而不是夏季呢 因为夏季虽然温度高 发酵时间相对会比较短 但是因为这些有机物质它反应特别的快 那么在发酵腐术好之后会产生非常浓烈的臭味 很多话也都受不了 但是在冬季呢因为气温比较低 虽然它发酵腐术时间会比较长 但是呢因为偶制时间长 那么肥水里面的异味呢就会越来越淡 这种肥水的话呢异味就比较小 所以呢就比较适合在冬季给它偶制肥水 那么冬季应该偶制什么肥才比较适合君子兰生长呢 在冬季偶制肥水推荐大家可以使用这个饼肥来偶制 因为饼肥的话呢它的营养比较充足 蛋鳞甲也是非常丰富 蛋量呢相对偏高 那么君子兰在春季的时候呢 它对蛋的需求是比较高的 所以呢我们可以准备好这种芝麻饼呢 或者是花生饼都可以 我这个是花生饼肥 然后呢把它装进这个塑料品里面 最好就是把它捏碎了再装进去 像我这种比较碎的程度就可以了 装到大概差不多这么多就可以了 不用太多然后呢我们再在里面加上清水 加的这个清水的量的话呢 我们大概就是占这个塑料品的一个八分左右就可以了 加上清水之后呢 我们这个时候还要在里面加上两样东西 首先第一种呢就是红糖 红糖的话呢可以增加你的这个肥料里面的营养 而且呢还可以加快它腐熟的速度 因为冬季温度过低如果你没有加上红糖的话呢 可能会导致它腐熟的速度会比较慢 那么可能到开春的时候呢它还没有腐熟好 那么就没得用了 红糖的话呢我们大概用一个五到十克左右就可以了 另外一种呢就是加上这个EM菌原路 加这个EM菌原路是因为里面含有大量的微生物 如果有一活菌可以很快的分解这个肥水里面的有机质 让它能够更快的腐熟 也可以呢去除异味 那么因为我之前说过它的异味虽然会非常的淡 但是呢可能刚刚拿出来的时候还是会有点异味 所以加上一点这个EM菌原路呢还是比较合适的 我们大概呢用一个五到十毫升左右的用量就可以了 如果大家特别怕臭的话呢 我们可以适当的半多一点 放上一个十到二十毫升这样呢就最为合适了 然后呢给它倒进去 然后盖好盖子把它完全的搅拌均匀 这样呢我们再来把它放在一个光照比较充足的地方 让它能够慢慢慢慢的发酵腐熟就可以了 但是要注意我们这个盖子啊 最好就是每天给它开一开 让它透气以免的话呢 这个里面发酵腐熟 还有大量的这个气体会撑爆你的这个瓶子 如果你不想每天开的话呢 我们就这个盖子啊不要盖得太紧 我们可以扭松一点 然后呢把它放置好就可以了 所以呢如果大家担心这个肥水有大量的异味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在冬季的时候来腐熟 这样的话呢虽然时间会比较长一点 但是呢是完全没有异味 使用起来会更加的和大家的新衣 开圈的时候呢如果腐熟好了 我们就将它与清水按照1比30至50的比例来对水稀释 使用就可以了 这样在开圈之后呢 你的君子男就能够撑撑长这个新衣液狂貌 好了今天就分享在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